由香港貿易發展局和廣東省商務廳共同主辦的 SmartHK推動高質量發展香港論壇 在廣州舉行 吸引了約兩千名越港澳大灣區政商界代表參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廣東省省長黃偉忠出席開幕式並支持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中華 廣東省副省長張新 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林建岳、總裁方順民等參加開幕式 作為越港合作州的旗艦活動 論壇以越港聯動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越港各界代表共同探討兩地合作新路向及全球經貿復甦新商機 助力越港企業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大灣區是一個充滿活力有無限機遇的市場 擁有大約8700萬人口規模非常龐大 可持續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已經積極地把ESG的元素 本屆論壇背集多位知名商界領袖擔任演講嘉賓 深入探討可持續金融、綠色智能建造技術、人才高地建築等議題 還有高校和企業代表帶來初創提案為研究成果市場化尋求合作 大灣區的發展給券商帶來了大量的機遇 我們的財富管理、資產管理、經濟、投行、多條業務線都面臨著新的機遇 對建造業來說 工技術人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心來的 所以議會近年都致力協助業界的持份者 融入我們國家和我們大灣區的發展 促進和大灣區其他城市是互通人才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劉惠平表示 商貿交流熱度持續 全球企業都著力開拓更廣闊的市場 香港將發揮自身優勢做好內地企業走出去 和外資企業走進來的橋樑 廣州電視記者報導